大家來看這題喔 他說Omega自己 2分之負1加3i 這個東西怎麼算 然後講過Omega等於2分之負1加3i 那Omega有什麼特性 第一個Omega等於2分之負1加3i的時候 Omega平方會自己 2分之負1減掉3i 還有Omega三方會等於一起1 還有1加Omega加3Omega平方會等於一起0 代表Omega是怎樣 3是一循環 而且連3的相加等於幾?0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這題 這Omega三方其實是幾?1 Omega44A其實也就是幾?Omega 54A把54除以3 得到1與幾?2 Omega64就是幾?1 Omega74A把7除以3得到2與幾?1 Omega84A把8除以3得到2與幾?2 Omega94就是幾?1 Omega14就是幾?Omega 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 我剛剛講過 Omega有什麼特性? 3次一循環對吧 所以說你看一下 你把3個一組 1加Omega加3Omega平方 這邊提數負的好不好? 提數前面是負的 這邊1-Omega加3Omega平方 有沒有看到? 再加上1-Omega加3Omega平方 減掉提數這邊是負的 變1-Omega 所以你觀察一下 可不可以 這整個是消掉 那這邊是剛好消掉1-Omega 對不對? 所以說這題剩幾? Omega幾次?2次 那Omega平方是幾? 2-1-2-2-3i 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 屏幕求什麼? 好 全部求A加Bi 所以A式起負到2分之1 B式起負到2分之3 那行不行? 請後把這邊看一下 好不好